那么关于这个食品消毒以后的 是不是能够直接食用的问题 我想针对这个情况说三点 第一个我们的消毒 因为它是针对食品包装表面 所以它主要是来预防在流通环节 在流通环节可能面临的感染 接触感染的风险 这是一个 第二个是我们的这种消毒 它应该是目前并没有发现 因为直接食用这些冷链的食品 引起来的感染 这是第二个 刚才我们食品风险评估中心的吴主任 已经做了介绍 那么第三个要说的 是因为我们消毒以后 那么因为消毒 它是把这个病毒灭活 灭活以后可能核酸仍然存在 所以在做核酸检测的时候 仍然有可能阳性 所以我们碰到消毒以后 核酸的阳性就不要过度的紧张 因为消毒它是能够灭活病毒 但是并不是破坏核酸 我们下期再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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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